火燒車 相信各位車友三不五時就會在電視或是網路上面看到有關於火燒車的新聞 那其實根據高工局的統計呢 從2020年到2022年 平均每一年會發生125件的火燒車的事件 也就是說換算不到三天就會有一件火燒車的事件 你有沒有想過如果有一天你真的遇到火燒車你要怎麼辦 我想大多數的人馬上會聯想到要使用滅火器 那雖然目前滅火器不是新車出廠的標準安全配備或是法規配備 但我們現在的小客車呢 也不是一開始就有像是ABS、安全氣囊 或是ESP或是胎下偵測系統這些的安全配備 甚至有一些是早期在賽車上才會出現的科技的配備 隨著消費者安全意識不斷抬頭 還有政府法規的跟上 這些配備才慢慢出現在我們開的小客車上面 那也讓我們今天的車子越來越安全 其實站在安全優先的角度上呢 我認為每一個駕駛人可以的話呢 都應該準備一個車用的滅火器放在車上 就好像在早期ESP系統還沒普及之前呢 有些人就會花比較多的錢去購買有這種科技配備的車子 畢竟沒有人會選安全太多 你一定會覺得安全是不夠的 那如果參考台北市消防局的資料呢 一般人在火場的平均的反應時間是30秒 尤其是汽車的火災 因為汽車裡面的空間呢又更為狹小 所以你必須要更快速的反應 那今天呢剛好有這個機會 我們來模擬一下 遭遇車輛火災時的狀況 車內我們擺置的愛比 這個愛比呢就是之前U-Car拿來做各種測試的假人 我們會在車輛的外面點燃一個火源 現場這個油盤呢 它是用汽油當作燃料去點燃的 燃料啊或是油這種東西一碰到火 馬上就整個就燒了起來了 而且火車是很大的 那我們藉由這個模擬在火災的時候呢 把車輛停妥 然後離開駕駛座 將小朋友從安全座椅脫離逃生 到安全的距離之外呢 來看看需要多久的時間 那大家可以看到呢 就算我們現在刻意把火 離在安全的距離之外 其實還會受到煙和熱的影響 讓你整體的逃生的速度更下降 那我們剛剛實際計算一下 大概花了大概27、8秒時間 才從車內安全的測出 這還是只有一個人喔 如果你是多人的情況下 那勢必會花費更久的時間 從火在發生之後呢 到消防車抵達 大概需要6分鐘的時間 那也就是說呢 在這6分鐘的時間之內 你只能拿你現有的或是車上工具 來幫助你逃生或是滅火 那這邊呢 也趁這個機會跟網友說明一下 如果你不幸遭遇到火燒車 或者你遇到馬路上別的車輛 發生火災的時候呢 最優先的順序應該是 幫助裡面的人逃生 那使用你的滅火器 排除你逃生路徑上的火雲的障礙 把人都救出來之後呢 再去嘗試撲滅火災 這個時候呢 如果你車上剛好有一支滅火器 那麼從火災的一開始 到黃金30秒的時間 還有6分鐘之後 消防車抵達的時候呢 就可以在中間發揮這支滅火器 它的最大的效益 要能夠成功的在消防車抵達之前 把初期火災撲滅的關鍵有兩個 一個是你的車用的滅火器 有沒有對應這個火災的種類 一般來說呢 汽車火災可能會有 普通的火災 油類還有電氣這三種 所以如果你要購買滅火器 一定要認明可以支援 這三類火災的滅火器產品 那第二個呢 就是這個滅火器的噴射能力 那其實呢 國家法規有針對這個項目進行規範 可以在包裝上面或是外觀上面 找到滅火器認證的標籤 符合檢驗的標準 才能稱呼籲是滅火器 要取得這個標籤呢 需要符合國家的認證跟法規的 包含你這個平身的壓力的設計 等等的都是一個相當嚴格的程序 那市面上另外一種 比較可能常見到的這種 我們可以稱作它是 噴霧型迷你的滅火產品 那其實它也有一般的CNS的商品規範 可是呢它就不是滅火器的產品 那等一下我們來實測一下 兩種產品的差異 那我們等一下測試的方法呢 是在統一的油盤裡面 放1200cc的燃油 然後把它點燃 讓它燒30秒之後呢 看能不能把它火滅掉 實際經過測試之後呢 可以發現兩個差異相當顯素 一個是幾乎是瞬間就把火滅掉了 一個是花了相當久的時間 那你可以想像說在車上 如果你要撲滅之後 比較初期的火災的時候呢 兩種產品的差異其實是相當顯素的 目前在台灣的市場 你可以買到 擁有國家認證標章的 三型車用滅火器產品 其實絕大多數都是由 正德防火所生產製造的 那不論從產品的廣度 深度還有技術門檻來看呢 正德防火可以說是 台灣消防安全的第一品牌 那我們剛剛測試的滅火器產品呢 其實就是由正德防火所推出的 屬於專用的車用領域的滅火器 它擁有車用的認證 那麼這時候你可能問說 車用的跟一般的有什麼差別呢 因為我們行駛的時候呢 會有長時間的震動 還有車內夏天的高溫 所以車用的認證呢 會特別針對高溫還有認證 進行更嚴格的測試以及審核 那確保呢 車輛的嚴苛環境之下呢 滅火器它還能維持 它擁有良好的滅火的效能 那當然其他像是 鋼瓶的強度啊 構造 它裡面的機具的檯子 還有藥劑 滅火的效能等等呢 這些也是 政府在規範這些審核標準的時候呢 會一併檢驗 正德推出的這個車用滅火器呢 它其實還有一個 專屬的車內包可以選配 使用的時候呢 很簡單就是把滅火器放在這個包包裡面 把它包起來 就可以避免說它的外殼跟車內的板件 或是物品碰撞到 那你可以放在你想要放的位置 最後還是要再強調一下 如果真的不幸遭遇到火燒車的事件 第一的優先順序一定是先逃生 幫助車內的乘客都撤退到安全的地方之後呢 再嘗試用滅火器來撲滅車上的火勢 如果是在黃金的時間內呢 是有可能把車上的火勢給撲滅完畢的 那麼最後呢 再通知119消防隊來到現場 幾個簡單的步驟 長期在心中 不僅可以讓你縮短反應的時間 也可以加快反應的速度 長保出路的平安 那麼影片呢 也到最後了 如果大家呢 有任何的想法或是感想 要跟我們分享 也歡迎在影片的下方留言 謝謝大家 訂閱 訂閱 點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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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擊